为本故事 慌张先生 从前有一个国家 叫古怪国 在古怪国里 有一个大树村 每天都有奇奇怪怪的事发生 今天 不及先生放下手中的书说 四点十分 该收衣服了 居民们也开始忙碌起来 洗澡 上厕所 做便当 梳妆打扮 过不久就要去看戏了 对了 今天是星期六 晚上六点钟 大树洞剧场 要上演精彩的人偶剧 大家已经开始准备起来了 除了 慌张先生 他还在睡大觉呢 慌张先生 是大树村的慌张大王 他本来的名字 已经没有人记得了 五点了 换上衣服 穿好鞋 关上门 大伙儿一起去看戏 就在大家准备出门时 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哇 五点十五分了 慌张先生 慌张先生终于醒了 慌张先生三下五除二地穿上裤子 套上外套 糟了 糟了 来不及了 这是慌张先生的口头禅 还有快点 快点 这句话 五点十五分 居民们慢慢悠悠地走在路上 孩子们在后面嬉戏 除了慌张先生 在他出门的时候发现了 啊 我的鞋 五点半 居民们吹着微风唱着歌 秋天的夕阳真漂亮 五点四十五分了 而慌张先生从家里慌慌张张地跑过来 大树洞居场到了 大家正忙着准备 演员们正在准备演出 而观众们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除了 慌慌张张的慌张先生 他呀 又倒霉了 赶路时被石头绊倒 咕噜咕噜地 从山上滚了下来 这时剧场里的导演说话了 还有八分钟就六点了 大家准备好了吗 五点五十五分了 慌张先生 你要赶到哪里去 快点 快点 我可是今天的主角呢 慌张先生紧张地念叨着 来看演出的人也纷纷为他加油 到了 到了 还有两分钟才六点 终于赶上了 慌张先生冲进更衣室 慌慌张张套上演出服 戴上头套 急急忙忙登上舞台 可他登上舞台 竟然发现 今天演的是 卖火柴的丑小鸭 观众们的目光都聚集在慌张先生身上 啊 今天不是演 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 慌张先生说 听到他的话 所有人都笑了 笑声大道都传到了很远的地方 导演慌张地跑上台 对慌张先生说 明天才有你的戏呢 慌张先生 晚上 慌张先生回到了家 他收到了一个礼物 是一个小闹钟 有了小闹钟 慌张先生还会迟到吗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会